巨型方块空岛 这是由巨型方块组成的岛屿 玩家在这儿如同蝼蚁 而空岛上会随机刷新怪物攻击玩家 我和表妹能否依靠巨型方块内的物资生存下去 好像会这么危险 这些变异怪物这么强 碰我一下我就能倒地不起了 这还咋玩呀 别慌啊 每个巨型方块内部都会有很多的物资 只要拿到物资 什么妖魔鬼怪我都不怕 但是图块作为最常见的方块 难拿到的物资肯定也没多好 真的吗 我不信 我来亲自去看看 啥情况 怎么什么都没有 要想附仙龙树 表现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不过这箱子里倒是有各种树苗 还有快速生长的肥料 这不就很明显了嘛 咱们赶紧找地方种树啊 咱们努力努力 看看能不能把这图块种满树 说不定种出来树木就能够有宝藏呢 毕竟它都提示了 卢树致富嘛 可是这个树咱们砍不动呀 咱们吃别的剧情方块看看 对面就是石块空档 石头和木头能做出技术工具 我们过去看看 这石头空档那部全是尖锐的碎石 我一跳下去就赶了 可不 还要像心跳水利方一样 这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瞄准空位就是跳 这一步就顺利过来了 这石头空档比土块空档好得多 直接给我们送了好多高级装备和工具呢 一人一趟 站里都墙上了不少 就是回到顶上 有点麻烦 还得自己搭建方块 不要紧小心 天降怪物了 这怪物运气怎么这么好 直接从空气掉了下来 我们还被抓了好几次才成功 不过现在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装备在少天下我有 你说了解 不要妹 这就扭起来了 后面的巨型发坏东西肯定更好 有了巨子再来砍树这方面多了 直接收获了大量的木材 正好做成一堆的木板 前往各个方块的阶梯 这不就成了吗 表现小线 怪物又来了 这次还依然来了好几客 还搞偷袭 真过分 这能忍吗 咱们冲啊 打个落花流水 哎呦 怪物没打成还掉进了岩浆分块内部 这周围全是滚烫的岩浆 怎么啥都没有啊 倒是有个提示 飞蛾扑火 浴火重生 我怀疑它是在将我们跳进岩浆 表妹不带一点油就跳下去了 那我也去 我去 别有洞天啊 这里还有烈焰宝剑和各种矿物呢 不知道别的分块会有啥 来了岩浆分块 怎么能不去冰块那里看看呢 让我来铺路 可恶 这些怪物太爱事了 真的我好欺负啊 一个烈焰宝剑全把你们砍了 表妹个真凶猛啊 还好我没惹它 冰块底下会有啥 有点冷啊这里 大风大雪的 我们快到屋子里面暖暖 这里好多厚实的棉被和地毯 真舒服 还有很多装备呢 正好拿个冰冻法杖 去对付那些满地烹火的坏蛋 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亡 还好这法杖输成远 不然这么高我还打不到 还有啥分块 我们继续去看 登登 动物空岛 外面是各种动物头像 里面是各种动物 不仅有大量的美味肉 还可以驯服小动物当宠物 还能够跟随出战呢 不过这里的小动物啊 都有点弱 善章潮也就松死罢了 只要让他们待在这里 当储备粮吧 咱们拿武器走就行 还剩最后一个空岛 钻石空岛 这个空岛从里到外 都像整个段子了 全是烂金金的钻石 这谁能不心动啊 不仅如此啊 钻石空岛内部的物资 也是最好的 什么火箭背包呀 法杖啊 多得很 直接打包 哎呀我去 这陨魔忌妒我们的收获 直接把我们传走了 想抢多物资 我才不会让他如愿呢 想让物资自己去挖 抢我们的算什么本事 不让他吃顶苦头 还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呢 真是不堪意见